第三阶段我们提到说 迪士尼卡通的结局 什么是迪士尼卡通的结局呢 我们一般都非常清楚 每次看迪士尼卡通 不论中间的过程有多么的凶险 到最后我们常常会听到说 这王子跟公主 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 所以简单来看的话 如果我们每个人 为了要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 我们要怎么样才能达到 很简单 第一要健康 好我们常说这个健康是财富 那我们都会提一下 在讲健康财富之前 我们就讲一个故事 有三个男生 男生通常是喝了几瓶酒 就开始在这边 吹嘘自己对老婆大方 实际上都非常大方的不多 他们在酒店里面说 我们要买给我老婆生日礼物 那甲呢就说 我呢 我送给我老婆礼物 我们结婚二十多年 所以我要送给他 一个零到一百 只要四秒礼物 他一看 这个超级是跑车 太厉害了 因为男生 其实通常男生 送跑车给老婆 到处还是自己开 所以他 他非常高兴说 我就送 非常好的跑车 全台湾可能只有五十辆 送这台跑车给我老婆 零到一百只要四秒的礼物 A男讲的他非常自豪的 你站站自行 那B男说 你这个没有什么老婆亲 我送给我老婆的礼物 我送给我老婆的礼物 零到一百 只要三秒钟 就一看 这不刚是全台湾限量 全世界限量的跑车 这跑车呢 零到一百只要三秒钟 而且他特别选了他老婆喜欢的颜色 那B男就更自豪说 你看我的礼物 绝对比你这个 第一个男生 送给老婆的礼物好 那第三个男生 在A男跟B男 就吹嘘完之后 这个第三个男生 现在就冷冽的 就说我告诉你 我送给我老婆的礼物 零到一百只要两秒 全世界没有几台车 好像可以零到一百 只有两秒的 大家都想说 那这个两秒的车 倒是什么车 这个马力是不是有搭一千匹 是不是那个B牌 非常非常有名的一跑车 哇全世界大家就 是这个跑车吗 是不是吃吃这么厉害的跑车吗 大家非常惊讶 就答案揭晓 我们看一下 第三个男生 他送给他老婆 零到一百只要两秒的礼物是什么 好 是体重计 好 这是开个玩笑 所以简单来看 我们这边告诉大家 我们要健康 很简单 我们常见到一个 国民健康署提供我们一个slogan 这个口号 这个腰为八九十 健康常会吃 所以简单来看的话 你要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 你一定要维持健康 为什么呢 我们看一下 国人健康余命的密码 好 这是这个内部统计的资料 其实你会发现 卫福部所统计之上 发现 其实国人的寿命越来越长 从2012年大概79岁到现在来看的话 其实到快81岁了 可是健康余命的时间 你会发现 2012年71.56年到2019年的72.39年 可是不健康时间 我们从大概的七年多变成八年多 所以简单来看 虽然你时间过得很长 余命很长 瘦命很长 可是假设说 你未来的生活品质不好的话 每天洗色 长在闭床上 其实这样活起来 好像意义也不大 所以简单来看的话 为什么我们希望当中 如果你一定要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的话 你一定要健康 第二呢 要钱 好 这听起来很事快 但实际上我们常说 钱乃养命之源 钱不是万能 没有钱万万不能 我们都非常清楚 每天的这个柴米油盐酱酥茶 出门在外 时时刻的花了钱 所以 简单来看 如果今天你要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 本身要相对的资产这个规模才行 那我们都要说 大家想变富有 很多人想说 我怎么把三千块变成十亿 那我想两三礼拜前 大家想说 如果我去买那个威力财 就可以变 三千块也就变十亿 那我们现在怎么样 把三千块变十亿呢 那也很简单 我们把三个一千块叠在一起 就可以变十亿了 这是开玩笑 但是我们怎么样 要有钱 那过去来看 为什么这个有钱很重要呢 你会发现 这张图表当中 其实告诉大家 全台湾的 不论男生或女生 他的寿命都不断增加 同时我们在今年 我们的死亡人数 已经超过出生人数 意思是什么 未来你要靠养儿防老 这概念 我觉得那是过去 但现在未来 我觉得是不太适用 所以我们不但不能期待 养儿防老 我们也希望我们不要成为儿女的拖累 所以相对于的话 怎么样自己本身能够财富自由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所以你发现 现在我们 现在那里面四点多个人 要养一个所谓的 自身一个我们老年人 那未来 这个人数会越来越少 所以换句话来说 我们其实未来 随着我们高龄化的结果 本身上而言 老年人 或是阴法主 我们每个人都要吃力吃强 那我们看从此之外 除了说本身 你的余命越来越长 你本身要维持一个 非常好的健康生活之外 你会发现 我们每人每年 在医疗费的支出 也是不断增加 你看2019年 大概有三万多 到2016年 变成一到四万多块 随着年龄的增长 随着我们余命增加 除了日常发费之外 本身在医疗支出上来看 也会不断增加 这些都是我们 为什么在未来日当中 我们现在除了说健康之外 我们要相当的财富 才是对我们未来的生活 非常好的保障 那我想除了台湾之外 你可以发现 这边不论新加坡 澳洲 香港 其实其他亚的地方 我们预估到2030年的过当中 其实你会发现 这个区间 其实非常非常宽广 以台湾而言 每年可能在这方面支出 可能从5000多块美金 到1万块美金 所以大概是 差15万到30万之间 所以换句话说 未来 就是我们生命越来越长 我们余命越来越多 相对来看 在除了日常消费之外 在我们这个医疗保健方面支出 也会不断增加 这是为什么我们在 这方面来看 我们需要有非常财富的自由 所以呢 节目来看 那同样就是跟我们看第二单额额的状况一样 富利是很重要的 你越岛投资 其实绩效率越好 我们可以看先 如果你要累积1000万退休金 你会发现 如果你25岁投资 每个月岛投资5000多块 但是如果说你50岁投资的话 每个月要投资6万多块 所以简单来看的话 越岛投资 你的富利效果越好 你在退休生活来看 才能更加的无忧无虑 好 最后呢 其实你要如何过得幸福快乐 简单来讲 是要规划 好 我们看一下 这次呢 健康医疗支出 不断在增加 你可以发现 股仁20年来的消费支付增加 其实在健康医疗支出来看 其实占的比方非常非常高 此外呢 因为台湾本身在这个 医疗的自用费用当中 其实相对于其他国家 不论韩国 英国 美国 日本来看 我们支付比是高的 好 所以简单来看 我们如何做一个非常好的规划 让我们在未来 在这方面支出来看 自己能够行有余力 把这个钱 付的能够好像对自己负担不大 这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想法跟方向 那此外呢 可以发现 医疗花钱本身预估 在未来的时间当中 我们的生活成本 大概每年增加大概四个percent 但是我们医疗支出的成本 明年会增加九个percent成长 所以不论生活方面 或是要支出方面来看的话 都是一个 它支出会增加的行星 所以前来看 那我们要如何规划 我们自己未来的生活财务 让本身的这些方面来看 不会有太大的负面冲击 那此外呢 我们看到联合国 对以开发国家的余命的预估 从96年74岁 2005年的77岁 跟203年的82岁 所以不论是台湾 全世界都是一样 大家对这个余命不断增加 当然你要维持你的余命 有个好的生活品质 相对来看 你的本身来看的 这个规划财富 都要与日俱增 那当然 短中长期的目标不同 所以在规划当中 你年轻时候 可能投资的方向 投资的目标 流动性的需求 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次说 我们在规划过当中 你要因地之宜 因时之宜 依照各成的需求 要做调整 我举一来看 年轻时候 其实我们大家比较 可以承担风险 所以你做投资的过程当中 你可以投资 不动性比较高的 相对来看的话 你觉得 居然我举的 就算是我拥到一些 市场大的修正 也无所谓 你可以多担在一起 反过来讲 假设你60岁 接近65岁 你的投资的部分来看 你可能就要非常注重 所谓流动性 相对而言 你可能不太能够承受 一次股市 可能修正10% 20%的这个情形 所以不同年期 你相对而言 你的投资标的 跟方向 跟本身的需求 都会有不一样的一个结果 最后 其实我们在讲到 就要说 在整个投资过程中 随着年纪的投资组合 我们要做调整 比如我们举例来看 我们在年轻时候 可能股票可以买多一点 股票基金可以买多一点 随着时间 中长期而言 股票的表现 绝对是比较好 可是它中期的波动性很大 所以相对而言来看的话 你可能可以忍受 它短期的波动 长期来看 会有比较好的报酬率 随着年纪增大来看的话 我们就需要 更保守的一个方式 比如说 现金比较多一点点 相对而言的话 债勤比较多一点点 它不会因为市场波动 让自己本身的资产规模 有太大幅度的变化 乱缩水 所以简单来看 随着年龄不同 退休组合的也要做调整 还记得8640的秘密吗 我们刚刚提到说 什么8640的秘密 每天都有86400块的信赖币 你花完就有 你不还就没有 好 我们来给大家做解答 那8640的秘密呢 我们给大家慢慢一个小提示 一天有几小时 24小时 一小时有几分钟 60分钟 一分钟几秒 60秒 没错 所以8640的秘密就是一天有多少秒 我们每个人每一天 上帝是非常公平的 都有8640的秘密 826400 你用完了就有 你不用完就没有 可是重点是说 你如何好好规划 在86400 我们看到社会很多 成功人士 我们毕竟是讲财富 他各方面成功人士 你会发现 如果对他做专访的时候 他通常来看 他每天会善用 好好规划 上帝非常公平 给予每个人 86400秒 如果我们对 我们的不论质押也好 家庭也好 或者未来退休生活也罢 你都可以很好运用这 8640的话 我相信每一个人 他在未来的这个 退休生活当中 都能够像迪士尼卡通检计院 从此过着幸福快乐日子 上帝是公平的 每个人每天都给8640营 我希望我们大家一起 好好规划这8640营 让我们的营法生活 未来日子当中 能够更加自由自在 今天报告到这边 谢谢大家观赏 也希望有机会 下次再跟大家报告 我们其他方向的想法 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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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